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纏綿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冒险 勇气从未曾被剪断 底线 随着你条尘而改变 我 也已放下 身段不再 枕边 世界本就新鲜 暴露直觉 极难体验 谁又想 每一天都住在深渊 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冒险 勇气从未曾被剪断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了磁脸 忘掉你一切 而时的如今我曾忘了你一切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了磁脸 忘掉你一切 而时的如今我曾忘了你一切 που操作 请拜订 请拜订 聊一聊 聊什么 该澄清的都澄清了 赵董事长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说起来我们都是场面上的人 怎么这点道理你都不懂了 赵董事长 你觉得 你跟郑小姐 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黄先生 你给我打这电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见面跟你谈一谈 说起来这件事情 你们锦云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也有我们杂志社的功劳 你不想就发布会的后续报道 跟我们合作吗 反正你们的广告费也是要花的 郝先生 要谈广告 找我们广告部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该说的都说了 咱们之间 没什么好谈的 喂 哎呦 我说姐啊 你这搞什么名堂 你不深不想搞这么大动静 这关系到公司的深域 关系到博萱的深域 行了 姐 你就别犯傻了 你说他们俩之间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事 你都还不知道呢 再说了 别人看这种新闻嘛 就八卦一下看看热闹而已 谁关心是不是真的呀 不行 要不见报的话 这新闻发布会就白开了 我钱白话了不说 这好好的生意也被毁了 姐 行了吧你 除了你戏没有别人戏 再说了 只要你相信老赵不就行了吗 这事说白了就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两人OK就一切都OK 这些人说话就可以不负责任 还有那个好意见 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千斤难买万斤难买 他什么意思啊 哎呦行了吧姐 你上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别缠心不放了啊 我真是搞不懂 现在都怎么了 这一个个的人都这样 行啊姐 你说你现在怀出去 你就好好保养吧啊 别以心情不好再出什么岔子了 嗯 居然敢刮我电话啊 你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啊 你以为自己是清白的 找我什么事啊 你在哪儿呢 我想跟你见一遍 见面 你说见面就见面啊 我说正经事 我姐的事 你姐姐 你姐姐的事 用得着你来找我吗 我告诉你 他们两口子比谁都紧 谁惹你了呀 谁让你找谁去啊 好意见 你到底见还是不见 见 当然见 有什么不见的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啊 个个吃错药了 怎么都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啊 还不都是你闹的 什么我闹的 啊 他们有我的话我能遍吗 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这种事 我姐夫那个人 你教她她都不会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今天发布会的事 你就想办法帮她登一期的 你帮我姐和我姐夫 澄清一下行不行啊 方思平我跟你说 亏你也是留过羊 吃过羊面包的 怎么这点账 你还算不出来 你知道我们杂志社 靠什么生存吗 就是不确定 这种确定的事 傻子才在那儿登呢 你看你看 我姐猜的一点错都没有 她就是怕你不给她登 你这帮帮她行不行 你以为我没帮忙 刚才我还跟你姐夫打过电话 可她什么态度呢 她的态度非常地恶劣 你以为我要骗她这么一丁点广告费 你叫我怎么办呢 我姐夫那个人 她脑子里就是一根筋 你不理她行不行 你就看在你跟我解释 笑柳的份上 你帮忙她行不行 我实话告诉你 我姐她现在怀孕了 这件事对她的影响非常大 她表面上她什么都不说 可是她心里难受得要命 你知不知道 难受 谁不难受 我也很难受 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呢 喂 佳丽啊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我饭菜都做好了 你在哪儿呢 我刚下班回来 在路上的 半个小时就到了 放心 放心 小猪是我 郝太太 你好 你好 没什么事 我就想问一下 郝总编下班了吗 他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两个小时以前就走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的面子我会给的 你姐姐的面子我会做足的 但是你也知道 是件事情 可是你们欠我的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我也能体调你的苦处 可我就实在是太可怜我姐了 她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 太容易被人骗了 你可不得了 岁平啊 你这么想就对了 你有空哪 跟你姐姐姐夫打个电话 说一说 让我挣他们点口口费 我姐已经不管公司 事很多年了 有机会 我去找一下我姐夫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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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萍 最近 你怎么样啊 我能怎么样啊 我本来就是为了你 才回国的 现在你这个样子 我还能怎么样 翠萍 说实话 我也不是没后悔过 我也不是对我们的感情 没有挂念过 但是 你知道我现在 真的是进退两难 我那个老婆 性格现在变得很奇怪 有时候像个泼妇一样 我实在没办法摆脱她 再说了 她现在也怀了孕了 你叫我怎么办啊 翠萍 你以为我喜欢弄那些绯闻 那些钻戒的事情吗 我也是没办法嘛 我 我 你以为我 我好不容易才从这段感情中 争夺出来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 我想给你断了钱 我 我不应该给你打那个电话 我也不应该涉足你的家庭生活 我给你道歉 好了好了 翠萍 对不起 该道歉的人是我 我不该那天打你一巴掌 其实打完之后我心也很疼 原谅我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婆 我回来了 怎么不开灯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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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喝酒呢 你还活着孕呢 给我 我回来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对 我就是发神经 你正常 你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什么干什么 我下班刚回来 不是刚刚给你打过电话吗 我也跟小猪通过电话了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小猪 小猪知道什么 我是从美编部回来的 小猪是采访部门 他又没有亲眼看我离开 好 那你现在就跟美编部的打电话 当场对质 好 要对质是吧 那你就跟我对吧 美编部就我一个人 你怎么不说杂志生就你一个人 好了好了好了 信不信随便你 老婆 老婆 为了明天的稿子 我已经忙得焦头烂盒了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好吧 好 老公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了解我呢 我嫁给你 给你生孩子 我对你 对家对这个孩子 全是全心全意付出的 我不想让我的婚姻有任何瑕疵 我不想让我的婚姻有任何瑕疵 我不要任何瑕疵 好了好了老婆 别闹了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我 但是这么忙为了工作 也不就是为了你为了孩子吗 你要是没骗我 那你就当我发神经好了 可是老公 慢点慢点啊 老公 你要是骗我的话 我要租药袋掉下去 你信不信 好了好了老婆 你别 你别闹了啊 我保证 我全心全意对你 我 对你绝对忠诚的 你不要骗我 你绝对不要骗我老婆 好 我不骗你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姐 看 澄清了啊 直击锦云集团记者会 负商澄清关系 明模表明太多 姐 我给提醒你啊 得注意点人家老赵 就这一本啊 哦 我在路边看到了 我就买了一本回来啊 不行 我得都买回来 让大家看看 这些绯闻本来就是不可信的 姐 那你可得出鞋本了啊 要不你就买个一万多本 我站街边给你卖去呗 这一次 反正好意见他们公司 要拉广告 哎呀 这一次是要好好谢谢人家 晚上我跟你姐夫说 让集团送些饮料 到他们家制社 这夏天到了 也可以接点数 哎呀 姐 哎 你还真是聪明啊 难怪好意见一直跟我讲 说你一点都不傻 我今儿才算看得出来啊 我跟你说啊 一码归一码啊 别再因为这个 又跟人家拉拉扯扯的 哎呦 行了 姐 你就别说了 我都长大了 我懂事啊 看看这个 是不是你想要了 反正说明白就行了 来来来 给 谢谢 尝尝我新调的鸡尾酒 干杯 这哪是鸡尾酒啊 这根本就是凉茶 你骗我 被我骗到了吧 你看 这凉茶放到了高脚杯里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梦幻般的颜色 透明的质感 让人一看 就想喝一口 啊 对了 再配上你这位大美女 简直绝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为下一季服凉茶 想出来的广告创意 哎 你好歹看在我演的 这么认真的分上 你也积极地配合一下吧 怎么了 你看起来好像有什么新事一样 枝高 我问你 我 惹出那么大的风波 为什么伯萱他还肯用我当代言人呢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大舅子 就是这么个重情重义的人 越是你遇到了困难 越对你关心 他绝对不会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啊 而且 啊 续约的事情 还多亏了我大嫂 哎 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上不了台面 其实啊 他人特别好 你和我大舅哥那事 他一点都没往心里去 还鼓励我大舅哥继续跟你合作呢 就连记者发布会那个事情 也是大嫂 让我大舅哥举行的 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梦险 勇气从未曾被剪断 底线 随着你挑战和改变 我 我 我 也已放下身段不带 成片 世界本就新鲜 麻木直觉 岂能体验 谁又想 每一天都住在心园 我 我 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绵 你不断在陷衍 我不停在梦险 勇气从未曾被剪断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掉思念 忘掉你以前 我是到如今我才忘了的一切 傻了吧 美美 你以为你丢一的丢得掉啊 你一个本身就是靠北人吃饭 你要什么清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吵过去了 现在好了 一份报道 就打回了原形 你想要什么呀 我已经够烦了 你别再跟我啰嗦了行吗 你还烦呢 我不烦了 我都让你把我给气冰了呢 你听见我的声音 现在好了 杂志一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你跟赵国轩是清白的 现在我们的计划全都靠光了 现在我们的计划全都靠光了 以后你的事儿就这样 你自己去看看 好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不用你瞎操心 这是你说的吧 这是你说的吧 美美 我就不相信你不来吵了 放我的 不酷 很好 atmosphere 玩的 我有点 那好吧 你要再吵 remembrance 那么什么 一 accountant 说不定我太太不在家呀 一会儿要接小娟放学 顺道来看看你嘛 姐 你前两天跟我说的话 我回去好好想一下 我觉得你说得对 你说我这两年 确实也太不像话了 光费了这么长时间 我呢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 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你想做什么呀 我 珠宝鉴定啊 我想做一个 设计珠宝的工作室 反正我的专长就是这个嘛 那当然好了 可你不会是缓冰之计 又还要再接着 跟那个好意见联系吧 姐 行了 都过去的事别提了好不好 我已经想通了 不过说实话 这次可真的要感谢 人家好意见帮忙 怎么样 公司现在没问题了吧 姐夫高兴了吧 你还别说 我们公司最新的业绩 真的是蒸蒸日上了 真的 太好了 对了 你帮我看看这个 我呢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 你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 我着急跟人家面谈呢 还搞这么正规呢 那当然了 可我都多少年没碰这些东西了 你现在给我看这些 哎呀 姐呀 你说你怎么着也是一个科班毕业的企业管理高材生吧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妇女 好 不错了 姐 你帮我好好看看嘛 好不好 行 我留着 回头帮你看看 谢谢姐 来 喝水 我哪有那么渴呀 多喝点嘛 这个水很好的 包董事长 新一季度的业绩又直线上升了 请您过目 太好了 太好了 要加油啊 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喂 光美 你和这儿刚见面了没 他有没有跟你说广告的事 薄薛 能不能抽空 我想跟你见个面 呦 今天不行 今天都是事 这样 如果是广告的事呢 你就直接和志刚联系就行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我今儿特别忙 再见啊 喂 喂 我 赵薄薛 你挂我电话 你这混蛋 你这混蛋 明洛军 你竟敢要挟我 你也是混蛋 你们两个通通都是混蛋 你这边 你这边 您是董事长吗 叫他出来 我跟你跟他有事说 对不起 我们董事长正忙的 没有预约是不能够见的 什么预约不预约了 你跟他说 我是郑光美的经纪人汪老军 叫他出来 外面怎么了那么吵 董事长 这是郑光美的经纪人汪先生 今天要见你的 赵薄薛 我有事要跟你说 没事 你进来吧 赵总理长 请你跟我解释一下 这个杂志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有什么问题吗 郑光美小姐 是我们公司签约的 广告代言人吗 那你们开那么大陈希霍 为什么不通知我 把我当什么 没有通知你 我们不知道 我以为你都知道了 可是郑小姐 他是同意的 他同意 他同意有什么用 我不同意 你在搞什么名堂 赵国轩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利用了我们家广美 王先生 有什么事好好说 别那么大声行吗 对了 我们和郑小姐 已经口头上打上协议了 打算续签下一个季度的合约 我们这么做也完全是 出于他名誉上的考虑 你别跟我扯了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现在的车间 看看你们的销售 车水马龙的 订单跟雪花一样 我们呢 我们捞到了什么好处 你以为你们开个什么狗屁发布会 把我们家广美当成道具玩偶 他现在彻彻底底是你们锦云集团的 炒作工具 王先生 有话好好说 别那么激动 我们没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想和郑小姐好好的合作 我们从来没这么想 如果你是这么想 我相信你误会了 你现在别跟我废话 广告合约的事我们重新谈 原来的东西根本不可能 重新谈 怎么谈 我现在要按照你们销售额的百分比提成 我现在要按照你们销售额的百分比提成 否则的话 原来的东西根本不算数 算不算数不是你说的算 你的提议 我根本就不会同意 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 훈先生 你应该重新谈 赵博萱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我现在看透了 你们有钱人永远是一个样子 不管你们穿着再怎么华丽 永远还是那么土豹子 你们的心肠永远是那么的黑心肠 你就是个土毕业 土豹子爆发货 我会放过你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主编 拜拜 主编 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这么多 都是郑光美的资料吗 这个郑光美啊 当年红的时候就一直是绯闻不断 当红艺人大多如此 坐 你帮我一起找找看 我想要半年之前郑光美想办个富二代 却办错了人 办了空心大老关的相关报道 你主编 这件事半年前就已经被各大娱乐媒体给炒烂了 我们杂志社也报道了不少 你要他干嘛呀 我打算 对郑光美和锦云集团的那个总裁 做进一步的追踪和调查 可是他们之间的绯闻 不是已经开记者会澄清了吗 没那么简单的 你看着吧 妈妈 我好开心哦 你每天都来接我 好 等明天我让爸爸跟我一块来接你 嗯 好啊 妈妈 我们吃个下午茶再回家 好不好啊 吃下午茶 现在都回家吃晚饭了 可是我现在很饿哎 吃晚饭还要等很久哎 那你想吃什么 我同学说 京向园的下午茶可好吃可好吃呢 京向园还有下午茶啊 是啊 那杯还有老儿童套餐呢 吃完了还送纪念品啊 就到他们家吃了好不好嘛 好不好 好好好 但你少吃一点 用我回家吃晚饭知道吗 嗯好啊 现在就去吧快点 陈先生 关于贵公司的企划案 我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 预计 这个项目的评估报告 下个月二十号就能出来 到时候 我们再仔细相谈 好的 那我等您的通知 没别事我先走了 谢谢您 谢谢 哎 妈妈这边有位置快点 你别跑不太快啊 为什么啊 哎 妈妈我发财了 你看 我紧到一个钱包哎 小孩子不能这样 我看看 哦 嗯 等这么久都没人来拿这个皮夹 等你吃完我们回家了不等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 要不把它交给柜台啊 小妹妹 不好意思 吓得你了 叔叔刚才坐在这边 掉了个皮夹 请问您有没有看到 那怎么证明 这钱包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呢 我 那我问你好了 里面有多少钱啊 大概七八百块钱吧 那除了钱以外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这皮夹是你的呢 有两张信用卡 一张中红的 一张剑好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许世红 有名片吗 有 但是我的名片 全都在我的皮夹字里头 那怎么证明是不是你呢 好了 小卷 不好意思 阿先生 这个钱包应该是你的 刚才你跟我女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应该没错 谢谢 小妹妹 非常谢谢你 帮叔叔找到了皮夹 你想吃什么 叔叔请客 真的 小军 不用那么客气了 反正我们要回去了 好 小妹妹 你真的很可爱 叔叔呢 想跟你做个朋友 这是我的名片 我真的叫许世红 欢迎你随时打电话给叔叔 找叔叔来玩 好 好 好 告辞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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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不也是景云集团的股东之一吗 要不然 你帮我跟姐夫商量商量 让景云集团帮忙 投资我这个项目 我保证一定会做好 而且肯定能赚钱的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都已经多久没有管过集团的事情了 再说 好几百万的投资 那我正要等你姐夫回来 我才能跟他商量一下 哎 我今天遇到一个人 好像是什么 投资集团的负责人 来 这是他的名片 你要不找他试试啊 来 姐 那你还是帮我跟姐夫商量商量吧 千万别忘了啊 知道了 姐 你不要动 不要动啊 哎呀 那姑奶奶啊 你可千万不要动 你可是我们赵家的宝 快去歇着 妈 这些活本来我就干习惯的 没事 哎呀 你习惯了 我的孙子没习惯呢 快去歇着 妈 别那么紧张 世郎的孕妇 对着孕妇啊 是有好处的 哎呀 别跟我讲大道理的啊 我只要啊 大云安全全地 把孩子生下来 可不能有半年闪失 行行行行 你们都放着吧 一会儿我来 哎 你个大男人做什么做呀 淑慧啊 来 你来收 嗯 凭什么呀 就凭你是吃咸饭的 来 收 哎 你看 这个孩子真是的 来 我来收吧 回去一起来吧 就回去一会儿了啊 你慢慢吃啊 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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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大云啊 你当心点 没事儿妈 知道了妈 会小心的 哎 好啊 你觉得这计划数怎么样 有没有投资的可信息啊 不错 因为我创意了 当然了 这是翠萍精心设计的 她还挺棒的 嗯 嗯 不错是不错 对 你也知道我们家里面是做凉茶的 这可是珠宝行业啊 你不觉得这跨度有点大吗 哎 哎 让你做投资嘛 你跟她的预期收益就行了 又不是真的让你去设计珠宝 哎 再说了 这计划数我也看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毕竟这个是翠萍的专业 这是她专业 可不是我的专业 我知道你想帮她 这样投资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这得谨慎点 我知道现在让你投资珠宝 你觉得风险大 可是我还是挺信翠萍的 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 她做起事来非常认真 再说了 八零终之前 特意交代我们要好好照顾翠萍 现在她回国了 就想做一番事业 要是有可能的话 能帮还是帮帮她吧 明白 我会好好考虑她 妈 薄萱 大云啊 来 尝尝我做的点心 是吗 谢谢妈 谢什么呀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至于那些外人 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娘家人啊 我觉得帮忙啊 要量力而行 助人为乐嘛 要有个尺度 如果 那个娘家人真的有本事的话 我想 她自己会想办法的 每天晚上 我们都不愿意 你也没有人 你也没有人 周omm 自己的轮廓 如把我们来 太郁了 所有承诺发成了句点 就此守在空荡的房间 爱与同在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可以出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我想你的夜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遍 再回到原点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夜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遍 再找爱 再回到原点 回来吧 我等你